再提示一下 刚刚有同学提到那个问题 非常好 当我点的时候 预设值 他已经点了 所以你第一次 你再点那个篮球的时候 他不会动作 所以你如果说要执行起来能够让他有 有动作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在这个选项 要把他的预设值 特别在哪里 你点了他之后 对不对 这一个的预设值 他的预设值 各位可以看到Property里面 往下找 在这个拉杆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 倒数第3个 这边有个叫 这个属性 checked 预设值是什么呢 预设值是True 对不对 那True的话就表示说 他已经被checked了 所以 你在checked 他就没有作用 所以要怎么办呢 就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checked这个属性 把它关掉就好了 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需要去 去做那个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 这个是设计的时候 可以把它check 打勾取消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要写个程式 就当uncreate的时候 做什么事 去判断啦 如果 rb01.checked 等于True的话 那你怎么样 就把它改成什么 False就好了 可以透过程式去修改 也可以啦 只是说 那方式太麻烦了 这样比较简单 在设计的时候就是 预设值就是False 你就不需要说 还要在什么 在uncreate的时候 再去把它改 修改它的属性 OK 这第1个 这刚刚同学 遇到的问题 剩下就是说 其他的话 我想 还有所谓的多国语系 这个部分的话 就看各位有时间 我看有些同学 蛮积极的 蛮快的 一下来做 日文 韩文 英文 简体 通通都做完了 那再来就是说 你可以 你们应该前面 你Java的练习 里面应该有类似的 有没有多选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 sample 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 改一下 那只是说 Java在做界面 UI界面上面 比较不容易 但是一定还是要有一个 就是 输入的UI 对不对 只是说你们UI大部分都在 在那个 Console底下 所以把Console东西 把它换成这里 不就OK了 那程式码 基本上甚至一行不改 贴过来都可以用 有没有 那贴在哪里 贴在事件的方法里面 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你们 之前学的Java东西 差别只是 最大只是在那个 在哪里 在UI上面的使用 所以你可以发现 Enjoy 聪明的地方 就是 我前面最早讲过 他就站在巨人肩膀上面 他做了什么呢 其实就做了 这些VG 有没有 然后这些VG做好之后的话 后面的那个 再加一个事件处理 那事件处理后面 其实就是Java的东西 所以他用哪些东西 其实 大概各位可以再 再思考一下 其实基本上大概就是用了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程式这些东西 还有他的那个架构 比如说像 继承的观念 Extense Activity 对不对 然后还有方法 还有就是说 内部类别外部类别 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方法 物件的使用方式也是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 像多过语气 另外我们刚刚讲了 几个重点 再来就是说那个Value的使用 前面就讲Stream 今天多了一个叫Color 我们在这里面有个 建一个Colors 一般的话 我们 所以将来各位如果要共用那个颜色的部分的话 就是建立一个Color 或者叫Colors 把一些颜色 刚好有同学 有给各位那个 颜色表 或者是 色表 可以拿来用 另外再来就是说 这个 Spin 这几个东西 最后就执行起来 还有就是说 这个Radio Button 把它做出来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把它改成 把这个范例 改成什么 改成多选的 也就是说 那么好当然呢 我们最后做出来的类似像这样 我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那不过请各位也另外再开一个新的 专案好了 另外开一个新的 那这个专案名称的话叫 Trackbox Trackbox 里面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这个部分不需要 一个group 你直接在里面找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元件 在哪边呢 在Radio 在这边有没有 Trackbox 在Radio Group 旁边 那 那 各位自行把它拖拉过来 这边 123 那名称的话呢 我们简单叫 CB23 那看你要放横向的 有没有 我们这边 我放横的是 会因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Linear Layout 再把 这个Trackbox 放在里面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哦 对